它一共的話 好像有這麼多種啊 非常非常之驚人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阿波生 我們叫 卡門呢 因為有建於我們現在是第一個篇章嘛 我決定先來介紹一個最冷門的啊 不然我怕節目後面沒有人在乎 因為畢竟他們這次是生存的類型遊戲嘛 小套件的話 躲到下身好不好 稍微玩過一人有點驚豔啊 一樣 先拿出我們這個入侵器 跟往常一樣 我們這段話不會公開要的一個代碼好不好 因為畢竟要省虛掉一些麻煩 還有一些問題點之類的啊 所以我們這邊不公開 但是我們一樣要測試給大家看 那我們現在就一哥來測吧 它一共的話 好像有這麼多種啊 非常非常之驚人 這一次他們Giz的小套巨媽做得非常驚豔啦 所以還蠻期待的 我們來測試它第一個 來各位 第一個想不應該是大家最愛打 匕首型的裝備啊 使用這個代碼的話 就這樣可以招出我們的匕首裝備啊 我覺得蠻合理的 以一個生存遊戲來講 這種中二型的道具 絕對是要有的啊 這個的話是我們的勾鎖 我覺得勾鎖的聲音聽起來又像是弓箭的 我不知道什麼 有一點啦 但是後面的話還是有加一類似那種勾子射出去的聲音啊 這個話是我們的流星鎖裝備啊 有流星鎖有些蠻意外的 而且它流星鎖其實還蠻用的 就是有一個很重的聲音 變成它要甩那個鐵鍊的聲音啊 不行 我太好奇流星鎖的必殺技了 欸 它真的是有那種 其實那種甩鐵鍊的聲音啊 畢竟有water 當然有fire 噴火的那種火焰發射器型的一個裝備吧 蠻好奇它實體大概會長怎樣 OK 這個話是我們的一個鎖頭啊 接下來就是可能可以在某些比較特殊地形掛的時候 用這個鎖洞啊 或者是穿進去地形應該蠻方便的 感覺應該是屬於工具型 不太像是攻擊型 明明就是個剪刀 為何聽起來這麼威啊 這話是屬於剪刀型的武裝 聽起來非常非常鋒利啊 感覺可以把任何都切掉一樣 City 封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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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各位 這個話是我們全套的一個武裝 你有沒有發現它後面還有百列拳音效啊 City 封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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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終於有一個可以脫離戰鬥的武裝 可能跟我們當初海哥的設計一樣吧 就是手可能會跑這個螺旋 然後邊被邊攻擊 或是非脫離戰場這樣子 City 封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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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話是我們的轟炸機 生存遊戲有載具也蠻合理的啊 只是轟炸機我有點太扯 可是感覺他可能在劇動裡面 應該是召喚轟炸機出來轟炸 應該不是讓他們開轟炸機吧 整體也蠻不震撼的 小失望小失望 推不止 來各位 身為一個生存遊戲 沒有火金龍說不進去啊 1 武功枣 2 3 這個話是我們的機械臂裝備好不好 我嚴重懷疑他們應該是拿 Forset做換射 我覺得我覺得我覺得 有那個盾牌的前車之劍啊 我覺得這應該是有可能啊 不知道什麼感覺後續的裝備 有可能都是從Forset那邊拆過來的 我自己覺得 畢竟Forset那些裝備 近乎他變成用事就丟了啦 他回歸的時候也只是用火箭加鑽頭而已啊 了不起就是換強化型態 很少會用這些裝備啊 所以呢再次拿來使用應該是蠻合理的啦 然後呢我們全部測試完畢之後呢 這邊有個蠻有趣的代碼 這個有趣的代碼感覺比較像是 偏向於那種額外連動道具 我覺得應該是手機 有沒有他整個是發白光 音效就是那種手機的音效 MISSION START 所以呢我覺得這應該就是 未來會出的那個 就是他每次手上拿著計分錶那個手機啊 應該是應該是 正規道具我們試完之後呢 我剛才後來發現還有兩個 蠻特殊的一個代碼 那兩個東西 想必大家都熟悉到破表 Gids這次的聖誕節讓人覺得蠻簡潔俐落的好不好 真的是鈴鐺敲一下 沒了 大家最喜歡的通用代碼 節目新增一些某些道具的時候呢 這個代碼保證500%用得到 簡單來講就是後續只要所有沒有收入的東西 基本上應該都是搭配這個進行使用啦 但是呢其實我蠻好奇一點 會不會有機會 可能這個是抽獎機 因為他畢竟他的音效其實也蠻像抽獎機 如果4萬那就很酷了 可是隨機抽一把武器 我覺得在一個生存遊戲裡面 有這種裝備也算是蠻合理的啦 老實講 好啦各位以上就是我們這次 Gids的一個小道具全部實測啦 你共有16個道具啦 其實還算是蠻多的 但是我個人覺得相較於上次Buildo 對Buildo真的太扯了好不好 Buildo六十組啊 我覺得有一點小小的信射 感覺啦 我以為會更加多一些 但是有一說一啊 他們這次在小道具的音效上 還是蠻用心用的啊 只是感覺有點像 我們的Force也靠齊啊 所以呢未來就期待看一下 有沒有Force的道具的換色 但是總會還是蠻有趣的好不好 這樣提前玩到 好 所以那以上就是我們這一次 也可不可以來到Gids的一個 小道具完整的開箱 錄下請吧 在這邊我們下期見 掰掰 啊未來的話 那個正式產品發射 也是會幫大家開箱 也是會購買的